关于方车旅行省不省钱这个话题 很多人都说过也都讨论过 包括以前也有车友问我 然后我也回答过 但是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可能我们的回答都有一些武断 你很难说方车旅行省钱还是费钱 因为这和你方车旅行的人不一样 还和你的旅行方式不一样 你比如说现在有的人是短期的方车旅行 那么短期的方车旅行和长期的旅行又不一样 有的人呢就常年的在路上 那么短期的方车旅行呢 首先他有可能要走高速 然后呢他要进方阵营地 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品尝当地的美食 因为他时间有限嘛 那么这种其实是不省钱的 但是我们又建设到了很多这个资深的玩家 他们常年在路上旅行 我觉得这种可能更像旅行居住 所以我们管他叫旅居吧 他其实就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 只是说别人是在一个地方过 而他呢四海为家 那这部分之后我们也留意到他身上有一些特点 首先因为人家常年在路上玩 没有必要走高速 那高速费这块肯定是省掉了 第二呢就是这部分人基本上也是年龄比较大了 然后呢也不是特别喜欢吃各地的美味啊特色 有可能他们也吃过 所以他们基本上在路上做饭的几率很大啊 那么吃这一块他们又很省钱 那我们再说第三点就是逛景点 刚刚我也说了 这部分人已经是越近世界繁华 哪管外界的逃华 所以他们也不太去景点啊 那这样的人就是他房车旅行确实是省钱的 那在这呢也要请大家一定要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啊 你不要为了省钱去房车旅行啊 因为首先最省钱的方式是在家待着哪都不去啊 这样是最省钱的 那么旅行这个事本身就是费钱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 旅行的路上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强调说房车旅行的人要动手能力能力要强 所以我认为房车旅行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不要刻意的省钱和刻意的不省钱 你比如说你在房车旅行的路上啊 你时间比较充裕 长年的玩旅居的状态 对吧 那经常吃自己做的饭 其实是很爽的 很舒服的 但是咱们这个不是为了省钱 你明白吧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真的就喜欢吃当地的美食 那就一定要去吃 你要知道 不要让钱去影响你的旅行质量 如果说真的是房车旅行出来了 想吃当地的美食 吃那个没钱买 或者不想买 想去当地的景点呢 舍不得门票 那这样啊 你就别房车旅行了 你把买房车的钱 换成这个什么飞机高铁加酒店啊 它不行吗 是吧 所以 房车旅行不是为了省钱 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呢 也不要去比 说 因为经常有人问我 说 那飞机酒店不香吗 买房车干什么呀 然后自驾不香吗 这个不香吗 那个不香吗 就好像我们房车不香似的 我们房车旅行的人 他是玩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是以旅行的方式在路上啊 把家带在了路上啊 每个人都有各种的旅游方式 咱们不互相喷 互相尊重 这不挺好的吗 是吧 所以关于房车旅行 什么省钱这个事 还是那句话 看你怎么玩 看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钱这个事 对旅行很重要 但是它可不是旅行的全部啊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